当年孙悟空为了拜师学艺 在方寸山偶遇到一位侨夫 此人来历非常神秘 菩提祖师的实力不用多说 他的道场里面怎么可能会有普通的砍柴人 而且这个侨夫还和菩提一起喝过茶谈过人生 所以他并不是普通人 另外侨夫在高唱相逢处飞仙即道 静坐讲皇庭时 坦言这段歌谣是山上的神仙教他的 能将这歌谣完美地转化为自己的体会 就说明他的修为并不比山上的神仙弱 最重要的是孙悟空一见到他就好 老神仙弟子鸡手 要知道悟空是天生灵猴 直觉极为敏锐 所以这位神秘侨夫必定是个厉害的神仙 那么他到底是啥来头呢 其实原著中曾刻意提到过侨夫手持力 纵观整个西游世界 能把斧子当作兵器随身携带的只有盘古大神 当年盘古持混沌府开天辟地之后 以身化万物 才有书中的紫天丑地人迎出的说法 那么盘古开天辟地以后踏了哪里 在西游记的86回中就讲到 那太上老君开天辟地的事情 文中这么说的 李老君乃开天辟地之祖上座太亲之幼 所以书中说到那开天辟地的就是太上老君 而前面又讲到开天辟地的第一人乃是盘古 所以说那盘古就是太上老君 而孕育孙悟空的那块仙石 正是盘古开天辟地使留下来的 所以太上老君来方寸山不为别的 就是想看看自己的后代孙悟空怎么样 此时的乔夫就是太上老君的分身 他来此地的本意是想借此机会 说悟空当个徒弟 只可惜孙悟空眼力不济 虽然察觉到了乔夫的身份不简单 但又觉得虚无缥缈 不敢妄下定论 他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山上的菩提祖师确定性更大 所以就放弃了眼前的机会 如果当时悟空败在太上老君坐下 轻松入住天庭 位列先班 总比经历9981难成佛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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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侣对脑袋 你找到那儿的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根本输一剧 你 把